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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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反句点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了嘛 對不對 那反句点发生的位置 基本上要在二维等于零的地方 對不對 好啊之后我们这个题目的话 就是透过 透过我们说要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才能知道凹口方向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什么 一维二维的判断去把他凹口方向找出来 这样没问题 所以上礼拜再讲犯例八 就在讲这个好 那因为怕大家太久也忘记了 所以我们把结论再讲一遍 所以结论的话就上礼拜再讲这里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函数 到底他有没有机会发生极止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发现说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 可能发生极止的地方 只要你想发生极止 基本上有三个位置 可是在多项式里面 另外两个位置 基本上我们不讨论 第一个叫不可为之处嘛 第二个是在端点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一个多项函数的时候 竟然没有不可为的地方 也没有设定端点的话 那基本上我只要去看 微分等于零的地方 所以微分等于零的地方 可能发生极止 可是这个可能两个字 让我们觉得很不开心 对不对 所以你可不可以保证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个动作 你只要二次微分不等于零 我保证有 一微等于零 但是二微不等于零 那这个地方一定有极止 可是这样怪怪的啊 那一微等于零 那如果二微也等于零的话呢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一微等于零 二微也等于零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生这个图形 可是你要注意到我讲话 我就可能 可能的意思 是因为你一微等于零 二微也等于零 那这个时候有机会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的话 一定要在什么情况 三微不等于零 可是老师 那这个时候三微又不等于零 那如果三微也等于零 怎么办 那就讨论下去没完没了 对不对 所以最后我们上个礼拜 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要保证有极止 你就是在一微的地方等于零 等于零完之后呢 请你保证一件事情 你在这个 如果你的解等于零的解有a 那a它的解是一个 激素重根的话 那你在a的地方就一定有极止 如果你是偶数重根的话 就会没有极止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 你希望它是一个 这样子的形状跟这样子的形状 那如果用斜律来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斜律由正转负 由负转正 由正转负 由负转正 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你在微分等于零的时候 你要在那个地方产生变号 我讲白一点 你要产生变号 那以前我们在讲多项不等式的时候 我们讲过 偶数重根不变号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讨论f'x 你今天如果讨论它要大于零 或者是等于零 或小于零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去以它的解 找到一个解 那之后用正负变号 如果它今天过了这个解 它的这个函数会变号的话 f'x会变号的话 那基本上负的话 斜律是负的嘛 斜律是负的话长怎样 长这样 斜律正的话长这样 那这里会不会产生一个极值 会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形状 所以我要你有变号啊 那你要有变号的话 那你就只能怎么样 奇数重根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线索 这样有问题 所以要有极值 我们再讨论下去 一直讲效率 几维等于零 可以啊 我们就说在一维等于零的时候 你只要是奇数重根 那个地方 它就会有极值 好讲到这边有问题 没有问题哦 好 那后面因为我们后来又提到反曲点 那请问一下有反曲点的时候 会怎么样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好反曲点的话 它基本上它是在介绍说 它的凹向性改变 所以我们称这个地方 就会是反曲点 那什么地方会有反曲点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讲的很很清楚 它说我的凹向性要改变 而凹向性的判断 那我们刚好有发现 凹向性刚好 凹向性刚好 凹向性 如果是大于零的话 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凹函数 还是凸函数 这是一个凹函数 这是一个凹函数 那如果F5 凹向性 是小于零的话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函数 这是一个凸函数 所以你今天想要让凹向性 做改变 那也就是说 你希望你的二维函数怎么样 从正的转成负的 或由负的转成正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要产生这种改变 就是夹在大于零 跟小于零的中间就是谁 这个地方 你要等于零 所以你要产生凹向性改变的话 基本上你要在二维等于零的地方 可是二维等于零的地方 它不一定会是凹 它不一定会是一个反曲点 可是如果你要反曲点 一定会在二维等于零的地方 这件事情我们上礼拜有讲 好那怎么判断 好因为凹向性它改变了 这个时候我们说过 这个改变 我们可以透过另外一个观察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它在C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希望它产生这种情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凹数是F的凹数 那这个F的凹数 我们可以去思考 它一维之后的凹数值的变化 它凹数值的变化 是在怎么变 它的斜率是正的 可是这个时候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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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正越少 最后开始变成什么 变成负的 变成负的 越负越多 越负越多 好那越负越多 到过了反曲点之后 越负越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看斜率的变化的时候 它斜率这个凹数 它是有正有负 但是我不管它有正有负 我只管它的增减性 它增减性是 它的斜率在减少 过了这个点之后 它想要增加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一维函数的图形 希望走这个走势 那走这个走势 是不是下面就有一个尖点 那有一个尖点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种猜测 这个猜测是什么 喔好啦 它的斜率 它的斜率变化的过程中 要产生最小值 所以它产生斜率最小值 好那也就是说 你希望这个函数有极值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利用 刚才我们前面讲到 如果你想要有极值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你的函数一维 等于0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的解 要激素重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函数现在就是f'x 那这个函数 我们如果称它叫做gx的话 那就是希望g'x等于0 在x等于a有解 欸这是c 说错 而且这个解还要是怎样 激素重根 激素重根 折 f'x 有 极值 f'x 有反趋 好 x等于c的地方 好大家看一下 我说的 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因为 蓝色这个是函数的图形 因为你说你想看到反趋 那我就画一个有反趋的现象的图给你看 那你当然可以画你自己喜欢的 那画好之后 你就去观察它的斜率 它斜率这个时候斜率都是正的 可是这个正 是越来越 正的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是越来越少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斜率的变化 虽然是正的 但是它在减少 减少到上面的时候刚好变0 到这里的时候还在减少 变成负无限大 所以我们斜率的变化 斜率就是在讲一维倒函数 一维倒函数的值 再往下降 最后过了这个反趋点之后 值要往上升 这不就是突跟凹 它希望它的变化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过 如果你希望 这个函数的图想这样 那你是不是希望 这个函数的一维倒函数 要结合等于0的地方出现 所以它的导函数 就是在微分仪式 它在微分仪式 其实就是二维 那我们如果现在 这样想太复杂的话 你就把这个函数当成g g的函数 要产生有这个图形变化 那其实就是我们前面 在讲的f图形要有极值 对不对 f图形要有极值的话 就要一维等于0 这个地方等于0的答案 在s等于c有等于0的话 那这个时候它要激素重根嘛 我们有这个结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在f'x等于0 在s等于c有解 而且这个解还要激素重根 那么我们可以说 在s等于c的地方 f'x有极值 而f'x有极值 就代表你fx有反区点 我们这样等下就把它写下来 好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前面这句话换掉 因为我们的题目是f 所以把f'x设为gx 那把g在微分化 那其实就是在讲谁 就是f'x等于0 所以最后我们走到反区点 一定发生在哪里 一定会发生在二维等于0 的地方 但是二维等于0的地方 它的解要是极数重根 我才能保证 好到这边有问题 好那所以在这样要求之下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要有反区点 有没有一定要一维等于0 没有啊 谁管它一维有没有等于0 我只关心它二维等于0 有没有出现 好出现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的解 是不是极数重根 如果是的话 那我就确定你有反区点 好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把上礼拜 我们讲到极数点的特性 再加上反区点 我们整个都整理好了 那我们这边呢 大概就大功告成了 我做了一件白痴的事 我把笔的笔心拔起来 后来它喷出去 好它就这样往生了 那怎么办 都说得好怎么办 没有没有没有 换另外一支笔 这支笔没有装笔心 没有楼上还有笔心 好讲到这边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其实我们验证都喜欢回到哪里去验证 范例5嘛 都回到那个范例5 所以我们到范例5再去看一下 好 你看范例5 范例5的话它整个图形 我们基本上我们画的还蛮好的 我们就画好了 好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反区点在哪里发生 在这个地方有发生 在这个地方有发生 然后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刚才想法 如果这里有发生反区点 请问一下一维要不要等于0 你等于0跟不等于0 我都可以接受啊 这个地方会不会等于0 不会啊 这里有没有等于0 有啊 对啊 可是呢 基本上反区点发生 跟一维有没有等于0 没什么关系 它是要二维一定要等于0 它二维一定要等于0 为什么 因为它出现了一个二维 这个地方二维 在这个区块里面的二维 它是一个正数 在这个区块里面 这个图形的话 它的二维函数是一个什么 它的值是一个负数 所以正负交接一定要等于0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函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负数 这是一个正数 所以负正交接 它的二维一定等于0 所以我可以保证 F'0 跟F'2 都是0 就是二维函数的0 跟2都是0 可是这个时候 它为什么能保证有反曲点 因为在F'2 为函数 F'x 等于0 的时候 它在0跟2的解是 奇数重根 那我们看一下 它写出来 它这里有解 没错 0跟2有解 等于0 0跟2就是它的解 好 可是它0跟2的解 我们看一下它 二维的函数长这样 而且它写出来的解 刚好只有一个 0这个解是刚好 只会重复一次 就一重根 那一重根也是奇数啊 那这里也才一次啊 所以它是一重根 好 那有同学会把我刚才讲的 那个重根 奇数重根 看成奇数格根 奇数格根 那个根奇数格根 没关系 这是偶数格根 但是它还是有反曲点 不是 我是在讲的是 这个点 这个解是不是奇数格 如果这个解重复的是偶数格的话 那就不会有反曲点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这边 再给它参考一下 OK 好 那没有问题 好我们再回到这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来 开始看下一个图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范利九 好 范利九 它说 它如果今天有一个函数 它的导函数长成这样 那函数长成这样 我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 我不想要让你看到它的图形 可是 请问一下 它问你什么时候 你的f x等于0 那这个解法很简单 就是x3次方加x平方 等于0 就好了 因为它要fx等于0 所以我就写下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写出了解 就是长这样 可是这个时候的解 你要记得几重根 下面稍微写一下 这是-1 我后 我的习惯下面写小括号 那在注明它是几重根 那这个注明就是二重根 好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答案 就会得到你要一维等于0 的答案有两个 一个是0 一个是-1 好这个里面是二重根 注明一下 好这个时候它说 请问一下成第一体 请问一下什么时候有极止 你的图画不出来啊 可是你要告诉我 什么地方有极止啊 所以我们刚才的判断法则 有没有告诉我 有啊 -1的时候才有极止 那极止是极大还是极小 我们可以判断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确定有极止就好 对不对 好请问一下 是极大还是极小 我用什么来判断 对你用二次为分 二维的时候将-1带进去 你出现正数 跟出现负数 就分别在告诉你 你那个地方是极大还是极小 好请问一下 如果F double plan-1 如果是正的话 那代表图形长怎样 想一下 二维大于0是凹下去 是凹函数 所以它的图形长这样 你就画这样 画这样你就知道它的最小值 那如果它在二维的地方 -1带进去是一个正数 表示它是一个凸的地方 而且它又微分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在上面 就有最大值 所以上面这是有极小 下面这个是有极大 写个极小跟极大 所以它极小还是极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二维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二维的函数长怎样 3x3平方加上2x 这个时候F double-1 就带进去 所以3-2等于1 1是大于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拿到极小 ok这样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有极值 而且还确定它是极小值 ok可以 那你说老师那0 0的话你带进去看看 你就会知道不合 不对啊 它不会有极值 好到这边有问题 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图去判断 它什么时候有极值 可是当图已经开始看不见的时候 像这样一个问题 它就是看不见原来的F的图 对啊 你只看到F一维的函数 可是你没有看到函数本身啊 所以你开始已经开始看不到原来的图了 甚至慢慢的后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给你的问题的答案 它根本不告诉你Fx了 它只告诉你如果F'要等于0 答案在哪里 F二维要等于0在哪里 那只后来只告诉你一个函数值 那就要叫你拆整个图形 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的分析能力要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结论都要把它记下来 所以什么地方保证有极值 什么地方保证有反据点的判断都会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做图形的分类 好那图形的分类 我们上礼拜应该有讲过了 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真减性 是用一维的真复号来判断 所以当一维的函数如果是正的话 它基本上它的图形在往上走 在真函数 负的话就是往下走 可是我们又知道二维的函数的真复号 在决定凹口性 所以真减性跟凹口性一搭配下来之后 它的图形总共这四个图形 而这四个图形来讲白一点 那不就是我们画曲线的四个图形吗 基本上你这样看起来的话 它是曲线一个你就画一个圆圈 这一个圆圈的每四分之一都被画出来 虽然它不是真的半圆 但是那个曲率的方式 弯曲的方式是凹的往上还是凸的往上 是凹的往下还是凸的往下 基本上都讲完了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在画函数图形的时候 只要能将这些东西都分类好 那你要把图画出来没有问题 所以我要去做什么分类 一维二维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这件事情它对应到什么图形呢 我那边画了一个 这个图给你做 以后判断的时候方便嘛 那很像向线表 一维二维分别当成S跟Y 那它的正负表示的话 就是正正负正负负正负正负 四个向线 这四个向线的图形 你就想有一个平子嘛 下面用一只手把它撑着嘛 这样画面就出来了 对不对 OK 那有这个画面之后 我们要做图形的分类就简单多了 好OK 所以我们可以做图形的分类 好那我们下面呢 会让你去练习画图形的分类 可是在画的过程中 其实你是画出来 可是久了之后我们开始会希望 去把它的图形呢 可能的变化全部都一一画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 可不可以把三次函数的图形啊 所有可能的情况 全部都给我讨论一次 好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在国中做过了另外一件事情 你把二次函数的所有图形都画过了 而且画过就算了 你还把二次函数的AX平方加BX加C 每个系数所代表的意义 你都全部都给它定义好了 对不对你在国中的时候就定好了 如果是一个二次函数的话 A代表开口方向 C代表什么 C是常数 Y轴焦点 那B是什么 B的话大家都不太知道 B的话要跟A搭配搭配出什么 搭配所谓的顶点 顶点的位置在2A分之 -B 逗点问号 好这是以前国中讲的 如果你是一个二次函数的话 二次函数的话 它代表的意义 ABC你都会 好那会了之后 图形 跟这些系数的关联性 你都判断的出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教的东西就是 你如果用一维二维的结论 去把ABCD 跟图形的关联性把它结合起来 好那这个关联性呢 有没有一定要每个都用到 如果用得到就用 好那如果不能单独用 那就合成来用 OK懂吗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教 就是ABCD 对图形的影响是什么 好再来第二个 那以前我们在解二次的时候 除了ABC 对图形的影响是什么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请问一下这个图形 跟X軸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很喜欢考 你这个 Fx 这个二次函数啊 如果今天在解联力的时候 解什么联力 它去跟Y等于0解联力 那就变成一个二次方程式 那二次方程式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国中在国二想 二次方程式的解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有五解 重根 跟两相一解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透过 你的 泡物线跟X轴的感觉 来决定 对不对 所以那个决定之后我们就发现 如果你的顶点在X轴上方 开口又向上 那就是什么 五解 然后如果开口向上的话 顶点又落在X轴上方 那就重根 这个时候如果顶点在下方 在X轴下方 而且开口又向上 那你就两个解 那但是这是 这是从图看出来的 所以从图看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从 它原来函数的细数里面看到什么 所以都是从细数 看到判别式小于0 看到判别式等于0 看到判别式大于0 好 但是注意一下 这个判别式从现在开始 不能再乱写 为什么 因为有第二个判别式要出来 你过去你的判别式 只有一个 叫做b平方减10aC 可是接下来的判别式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 所以以后你的判别式要讲出全米 所以你要讲出什么样的全米 b平方减10aC 你要讲这个 懂吗 ok好 那是以前二次式的时候 你想要跟X的交点情况 那讲白一点就是在讲解 等于0的方程式的解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去讨论 一个三次式 如果它等于0的时候 它应该照代数基本定理 应该会有三个解 那请问一下这三个解 可以的变化有几种 第一个三相异解 第二个三重根 第三个 一时根两共二虚根 对不对 所以一时二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30 我们也可以一时二虚 但是绝对不会三虚 为什么 因为虚根必公二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从细数去判断 它解的个数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 好 所以 这边要教的东西 我们就大概铺乘一下 好 那我们就接下来开始 好 所以我们开始要做 它的讨论 好 那讨论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刚才 观察里面知道 你的图形的变化 其实跟一维和二维的正负外有关 所以我们就先把一个函数的 这个一维函数先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个函数的一维长怎样 就是长这样 好把它写好 那它二维长怎样 它的二维长这样 好 后面免费送它三维 请问它三维长怎样 它三维长这样 那长这样之后 请你帮我在后面写上一个 保证不等于0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讨论 其实都是希望说 你要图形要停止 要有反去 还是要有极止 其实你要一直讨论下去 要有一个不等于0的情况发生 那我告诉你 三次函数的图形 在三维一定不等于0 为什么 因为它三维之后等于6a 如果6a想要等于0 就要用谁等于0 a等于0 那如果a等于0 你就回去打自己 因为你说你是三次次 你的系数又是0 那不是怪怪的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三维一定不等于0 好 三维一定不等于0 这句话告诉你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你只要愿意二维等于0 你就一定是反局点 好 再讲一遍 如果我告诉你三维不等于0 那么你的二维只要等于0 就一定有反局点 为什么 因为二维等于0 可是我们说过 我们很怕它三维继续等于0 那这样这个反局点 就会被破坏掉 结果它三维绝对不等于0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变定值 这个定值绝对不会是0 所以我只要让二维等于0 它保证有反局点 所以这个保证在三次次的时候 一定保证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三次函数一定有反局点 所以我们把一些结论默默的用绿色写出来 B 好 为什么B 第一件事情 只要你二维等于0 它一定是反局点 那老师它二维等于0一定有解吗 它一定有解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一次式 6AX加2B等于0 保证有解 因为它不是抛物线 我还不确定它有解 可是它是一个一次式 6AX加2B要等于0 太简单了 X等于多少就好 6A分之-2B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下面就已经得到 这句话 必有反局点 那反局点会发生在哪里 楼下这里就写 反局点一定发生在 2维等于0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就是6AX 我这边把它写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算得出来 X等于 6A分之-2B 就等于3A分之-2B 所以反局点发生在哪里 3A分之-2B 痘点 F3A分之-2B 我们基本上只要关心 它X座标在哪里发生就好 至于Y座标用函数去算就好 它保证有反局点好 那这边我就不多讲原因了 因为你二维等于0 二维等于0有没有解 一定有解 因为它是一个一次式 这个一次式 你跟我说 怎么样一次式才会有5解 你水平线 你水平线的话为什么会有X 好没有X的话 那A又要等你多少 A又要等于0 那你又回去打自己的连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有解 因为你不会是水平线 OK 懂吗 你一定是有解的 你不会是水平线 所以这个地方X有解 就算出来 那反局点就出现 好大家没有问题 好所以我保证的反局点发生 可是我没有保证谁 极值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极值要不要发生 好这个时候想我想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里 极值发生的地方是跟一维函数有关 但是一维函数 所以这里我们会发现 如果今天要一维之后 它的方程式是长成这样 这个时候我们从来极数观察 我们这边就会写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说 若有极值 好那我现在讲有极值 都是在对原来的函数说 如果你原来函数 你这个三次函数你想要有极值 在F'x等于0处 你应该要在一维等于0的地方 之后再进行讨论 对啊 就如果你要有 也要在一维等于0的地方讨论 所以你应该去找一维等于0 那但是一维等于0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发现它不 它不简单的 因为一维等于0的话 就是表示这个二次是要等于0 所以这个地方 就会变成说 你想要有极值 那你就要先去找一下 一维等于0的地方 再来讨论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怎么讨论了 只要你一维的地方 等于0的减 那个减是基数重根 那基本上你就有了 好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你的一维是一个二次次 二次次要有减不简单 所以二次次方能是 它要进行判别式 所以这个时候 等于0 有无解 所以这里就要需要用判别式来讨论 那它的判别式长怎样 它的判别式长 这样自己把它写下 因为它的方程是长这样 所以它的A B C 长得跟你以前在背的不一样了 因为你以前背的就是直接二次次开始 就是AS平方加BS加C 可是我们今天是从三次次开始 所以从三次次写下来 这个二次次 现在长相长这样 你希望这个plank 这个二次次的 有没有解 你要用它的判别式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判别式 我们写出来是 B平方是2B平方 减掉4AC 就是减掉4倍的 A是3A C还是C 我们会写成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判别式写完之后 你会产生 这叫做4B平方 减掉12倍的AC 好 那4A平方减掉12倍的AC 那个因式4 我会把它提出来 所以整个提出4之后 就B平方减3AC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正式进入另外一个判别式 叫做B平方减3AC 你以前背的叫B平方减4AC 可是现在再多背一个B平方减3AC 一个是在对2-4 一个是在对3-4 好 那它对谁 对这个3-4 就是3次函数 它的系数ABC的位置 所以它的判别式不用看长度相 好 那这个判别式是什么 将它一尾之后变成二尾 变成二次函数 这个二次函数 想要等于0有减 那我就来判断 那为什么想要判断它有没有减 其实你是要判断它有没有几值 你是想要判断它有没有几值 所以这个时候它有没有几值 所以在进行讨论 那它的讨论呢 我们把它放在下一页 好那下一页这边的话就看得出来 如果它这个时候 我们的B平方-3AC 如果大于0 就是B平大于3AC 好 这件事情就是判别式大于0 那表示它 在一尾等于0的地方 它有两相一根 这两相一根接 一重根 一算重根 一次也算重根 我们就这样子讲 叫一重根 这样你才会跟前面那个什么 基数重根黏起来嘛 其实一重根 所以这个括号 必有几值 对啊为什么 因为二次次啊 因为你一尾之后 就是一个二次次 二次次的话 基本上最多也才两个解 而你这两个解 还跟我说相依 为什么 因为它判别式大于0 所以它判别式大于0 之后它就是两个解 那这两个解单独 都只有出现一次 所以这个叫一重根 一重根的话 必有几值 OK可以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这个时候 fx的图形 会有两条水平的切线 因为你在那边产生极值嘛 会有两条水平的切线 好那图形长怎样 我们等一下再看 好 但是 如果你今天 如果判别式是等于0的话 第二点 如果你判别式是等于0的话 那我这个时候 就会告诉你 你的一尾等于0的解 那个二次次 它发生了什么事 它发生了重根 因为这一个 十根它有 没错 但是它是一个 二重根 它产生了二重根 那我告诉你 它产生二重根 那它就不是奇数重根 那它就不会有极值 那不会有极值的话 老师它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它二重根 所以它的二维也会等于0 那它二维会等于0的话 那基本上它三维不会等于0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在三维的地方看到 这个三次函数的话 它的三维一定会是正数 一定会不等于0 不是说正数 它的三维之后会等于6a 6a不会等于0 所以它这个时候 你一维等于0 只有一十根 那一个根一定会造成二维等于0 那造成二维等于0之后 它就会变成反矩点 如果这个根 举个例子是α α α是二重根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产生F±α等于0 而且下面这个F±α也会等于0 你会造成这件事情发生 OK 那我们上次也有讲过 你在重根的时候 表示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造成你下面微分也会继续有这个音势嘛 我们有说明过 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结论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造成什么 这时候就会造成反驱 那造成反驱就不会有极止 所以这边就会写 没有极大或没有极小 基本上你已经反驱了 OK 好那这个时候 这个反驱点的切线 斜率会是0 为什么它会写率是0 反驱点的 反驱点的切线斜率不一定要等于0 但是因为今天你有一个 一维刚好也等于0 所以你就刚好在那个地方 斜率刚好是0 所以你是这种接法 OK到这边问题 好那下一个勒 下一个如果我发现它判别是小于0 判别是小于0的话更妙啦 就是什么 你没有微分等于0的地方 你没有微分等于0 因为一维等于0 这个二次四啊 五解 那五解的话就很干脆啊 直接告诉人家没极止就好了 你没有机会发生极止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一个函数它要发生极止的地方 也只有三个 那三个地方 一维等于0 不可为之处 第三个叫端点 那一个多项函数没有不可为的地方 第二个也没有给你范围 所以你基本上没有另外两个问题 所以我们只有1维等于0 那1维等于0 你又无解那就没有了 那就没有极止了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判断的话 就是这样判断 好那判断完之后 请问一下 这些情况它所造成的图形 分别就是这些情况 应该可以想象 只有这六种 那如果这六种 要把它一个一个画出来 可以我们就开始画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想象 为什么只有这六种 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三次函数 两个极止点发生 一个反极点一定有 在这里 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它就长这样 老师它是长这样还是长这样 这个时候就是看右边 往上跟右边往下 就决定在什么 领导系数嘛 我们那个时候在讲 那个不等式的时候讲过 一个曲线它最后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就看它领导系数 领导系数如果是正 那最后一直会往上跑 一直往下跑 所以这两个图 两个极止是这样 老师那如果那两个极止 它发生重根 没有极止的时候 变反趋位的时候 其实我会这样教 因为你本来有两个极止是相反的 所以它们X是不一样 那如果它们X是一样的话 那就把它们两个连起来 中间这一块怎么样 取消掉 就变成下面这个图形 就变成下面这个图形 你把这里到这里取消掉 这两个X做不到一样 所以连起来就变成这样 所以重根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两个极止点 连起来就好了 中间这边就取消掉 这两个连起来 看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 连起来就长这样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连这个极止点 你都不要 你把它拿掉 那就往右边一点 跟往左边一点 再把它连起来 就变成下面这个图 从这里断掉 从这里断掉 因为你的做法就是 如果继续到没有极的话 那这个就拿掉 那你就相当于拿这个点 到这个点 把它们连起来 这样连起来就连成这个地方 这样看懂 所以我们在讨论图形的时候 其实三次的图形 有六种 六种全部都被你讨论完毕 这样看懂 所以后来你会发现 要判断是哪一个图 基本上你只要透过 它义为等于零 有几个解就好了 因为这里会有两个解 这里会有一个解 重根 这里是没有解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去判断 这是这六个图里面的哪一种 那当然要搭配什么 领导系数啊 领导系数是正的话 就是左手边这里 如果领导系数是负的话 那是右手边那边 那主要判断就是 你最后图形往下走 还是往上走 就可以确定了 好到这边有问题 可以哦 所以 判断图形的话 我们已经学会第一招了 就是利用一为等于零 有没有解 那解是几个解 是重根还是相一根 就可以大致上判断 好所以我们判断的图形大概就这样 好那这边要观察一种现象 好什么现象 来看一下 以这一题为例 以这一个图形为例 我们要讲这个图 这个图它产生两个极止点 这两个极止点呢 发生的时候的f坐标 我们设为α跟β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去想一下 你怎么找到α跟β 你是不是透过f'x等于0 去找到α跟β的解 那f'x现在长怎样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原来的三次是被微分之后 就是一个3ax平方 加上2bx 再加上c 你再解这个 你解这个时候你解出了两个解 这两个解分别为α跟β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 这两个解是αβ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轻松的看得到 两根之合等于3a分之负合b 这两个根 这两个极止点发生的f坐标 之合就是3a分之负合b 那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3a分之负合b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小心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因为你把两根相加之后的结果再除以2 你将它除以2 之后它就会变成什么 3a分之负b 而3a分之负b的位置 它不就是发生什么东西的位置点 它就是反驱 这个位置就是反驱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反驱点的位置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观察 你们发现老师它反驱点 刚好在两个极止点的正中央 这个时候 我们再透过函数的运算 之后再去观察 结果我会发现整个三次函数的足景 会对称在这个反驱点 这个时候它是正中央 所以它刚好对称 但是这个是点对称 所以你会对称在这个反驱点的地方 所以这个可以被观察出来 好 可是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先这样看 好 所以我们怎么看到了 我们看到你的两个极止点的x坐标 相加 其实按照方言式的根与係数来看 就是3a分之负 负2b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把 将两个点坐标相加之后 除以2 那其实就是在讲这两个s的终点 那它的终点 结果算出来答案叫做3a分之负b 这个时候我们观察 这不就是反驱点的x坐标吗 所以我们就得到极止点的终点 或是反驱点 好到这边有问题 这是观察出来的结果 OK 它喷什么东西 喝就喝不要喷出来 OK OK 这样有问题 好那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 写下来在这边 看一下写在哪边 好下下一页结论这里 三次函数它有一个对称中心 那它的对称中心在哪里 就是在它的反驱点 我们刚才有稍微给你提示一下 这样有问题 就是它的反驱点 那极大值极小值的对称 这个什么 发生出的对称于反驱点 所以基本上 你的极大值的点 跟极小值的点的 终点其实就是反驱点 这可以看得出来 好到这边有问题 所以我们做出的最 还蛮简单的结论 所以这个时候 他想要我们去做一个判断 好所以翻历史 快速一点 我只要判断一下 它是六个图里面的哪一个图 你是不是可以从领导系数是正的 所以最后的头一定要往上 可是这个时候你不知道 你的极致点会有几个 所以你需要靠什么 你要需要靠一次微分 一次微分写出来答案是写这样 减多少 减掉3x-6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一次微分 它到底有没有解 那就要去看 它等于0的时候 它的判别式对不对 好你可以从这边开始去找判别式 可是如果在这边找判别式 请你要用b平方-4ac 所以这边用的话是用b平方-4ac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想要把一次微分写出来 你想要在这里就开始来看 老师我可以在这边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有几个极致点 这个时候用的判别式用b平方-3ac 老师都是判别式 都在判别一样的事情 就是要判别这个二维等于0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是从原来的函数就直接下手 没有想要微分它 那你就要用判别式b平方-3ac 如果你已经把它围成2次4的话 你就是在2次4里面看 那就用b平方-4ac 这样懂吗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上面这里 这算出来的答案是4分之9 加18 这加起来一定是证数 好那下面这个地方算出来 9 加12 加72 也是证数 我们只关心它最后是证数还是负数 不会关心它的大小 所以既然都是证数 那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图形就是有两个极致点 那这个时候诶 你的最后又要向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出来 你fx的图形诶 基本上就长这样 好 大致的数我画好了 老师那剩下小细节里面找出来好 小细节的地方就是请你要把极致点 发生了这两个x桌标找出来 反极点 发生了位置找出来 好可是后来久了之后诶 我们都不懒得算 我们都直接从细数看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所谓的3a-b 这个地方诶 这个地方诶 你可以从它的两根算出来 α跟β 就找出来 那中间这里就会产生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的图 大致上就画出来 老师那画完之后 老师这个座标好吗 当然是好的 为什么 这时候你默默的再去 把他外座标找到 找到之后诶 你要去架外座标 跟x座标再把它架好 这时候图就画完 这就是大致上图的画法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画这样的图诶 因为画完之后 基本上你知道它的走势走这样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玩下一件事情 就是 你到底跟x座交几个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交三个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只会交一个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开始关心 到底要交几个点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交一个点就好 那这个时候就要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代表什么 你的x座要比极大值还要怎样 高 那如果交一个点也可以在下面交的话 那就是什么 你的x座要在极小点的下方 可是问题是x座在极小点的下方 x座不会动啊 所以应该是极大值的这个点 要动啊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图 你要看到的画面就是 你的极值 你的极大要小于0 如果你要这个x座在落下下方 你就是你的极小要什么 大于0 那如果你今天跟我说 你想要有三个解的话 那我就要告诉你 另外一件事情 你的极大要大于0 你的极小要小于0 这个时候你的图形 就会长这样 所以最后我们的做法就是 你知道图之后 你就去想像 你想要什么画面 那这个画面里面 你会看到什么事情 就这样而已 OK好 那明天我们继续 把这个把它处理完 就结束了 所以今天讲的判别是要把它记好 OK就这样 下课 谢谢 嘿 可以跟你借电脑的重变器 借什么 这个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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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么时候用 我装我到10 但是我不知道我电脑会不会浮交 你可以现在冲一下 现在 现在 你冲多久 算多久 这样 就是我们夏日的络写 我跟我们 We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